感谢主持人的介绍 我今天这个题目来讲 其实是整合了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大概就是 大家可能比较传统的一些 无限边坡理论 除了这个以外 其实我还有去用到一些 大数据分析的方法 用到一些水文的方法 然后希望能够精准的去 预测地下水位 还有预测我们的所谓的灵界 崩塌的一个水位 所以我大概基本上 我今天的演讲 就会分为几个部分 那大概就是谈一下 我的构想前沿 那我的研究方法 我相关怎么样去收集 这个相关的资料 透过实验分析 透过模式 到最后能够真正的去预估出来 那我这边讲之前 我想不好意思 各位都专家 不过我还是想说 尽量把它讲浅一点 所以我先帮大家复习一下 我们基本的水文循环 那水文循环大概基本上 就是一个降雨下来 那降雨下来之后呢 如果说底下有一个不透水面的话 那基本上我们就会形成一个地下水 形成一个地下水 那这地下水里面呢 基本上来讲 它是透过入圣下来的 那当然你超过入圣的时候 你就会产生一个叫做慢地流 那最后这些水呢 还是会流到河川里面 那当然这些水怎么回去呢 它透过一个蒸发散回到空气当中 这是一个水文循环 那我们看坡地的话 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到 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性的 一个水文循环 那这样水文循环的时候 在我个人的想法里面 我的想法里面 那当然也经过了一些 实验的一些数据的验证 还有信场资料的一些验证 那我们大概可以把 这整个坡地的水文循环 跟地下水的关系 我用这四张图来跟各位分享 那第一个就是说 可能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有下大雨 那这个地方是我们不透水面 那这个水位带高度带这个地方 它是下大雨 可是事实上呢 因为你这个地表水 你下来通过入圣 大家知道 进来的入圣工是一般大家用 后腾进来之后 大家可能就用打西 用K值慢慢渗下来 那以前我记得我念大学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大一的时候 做K值试验 那个黄明老师就让我们规定 做实验要做四个小时 为什么要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后 我们才可以知道入圣的一个 的一个入圣曲线 后腾公式的入圣曲线 那也就是说 事实上 你从地表入圣 一直到地下水位 它需要一个时间差 它有一个时间差 这是我们发现的一个概念 那这时间差 事实上你会发现说 刚刚下大雨 地下水位还没高 可是等到雨变小了 地下水位反而可能达到一个 一个灵界的高度 那也许在这个高度之下 你可以看到到 就是它的那个 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 灵界的 灵界的那个 减硬力 已经达到了 所以它开始崩塌 开始崩塌 所以它可能就滑动了 所以我们认为 在这个之间 它有个时间差 当然不滑动 也是很有可能 那不滑动之后 它慢慢的 它水位 又慢慢降下去 就刚刚前一夜 它流到河川 然后最后回复到 正常的一个水位 OK 所以在 我们的一个 假设里面 就是说 我们地下水位 它的 变化 我们可以知道 它含水 它会土体重量增加 内膜插角降低 那渗流 土壤流失 崩塌等等 这个大概是一个 一个基本的物理机制 先跟各位 介绍一下 那所以 我们可以做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假设 地下水位 是影响 生人崩塌的一个 主要因子 那崩塌过程 就是降雨 入胜 上升 下降 这样子 而且一个 很简单的结论 就是地下水上升 跟降雨的时间差 所以 这样的时间差之下 或许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些 预警的机制 所以这大概是我 我最基本的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 一个想法 好 那这样的 想法之后呢 我大概 做了几件事 那第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是不是可以推导一些 灵界的理论公式 崩塌的灵界水位 我把它算出来 那另外呢 我尝试做一个新的想法 因为我过去的背景 我早期做事班是做疏杀 然后后来 博士班是念水利 所以我对疏杀有一份 比较敏感的感觉 所以我认为 盛流它的问题 事实上 它是会造成土壤流失 凝杀流失 那宁杀流失 我们知道 我们在河川 它事实上是有一个 灵界启动流速 河川里面 灵界启动流速 所以这个是不是可能 有一个灵界的启动流速 可以产生渗流 那启动流速知道之后呢 我们透过达西林 就可以推出它的 长度 这是我的想法 天马行空 那怎么样去提早 未来地下水位呢 事实上我刚刚提到 就是说 降雨可以去 分析未来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我待会给你们看一下 看分析出来准不准 那我事实上 我大概有两个model 一个model是用 我们一个班叫blackbox 就是说 你并不知道 到底它里面 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就 AMN model可以去算 另外一个像 我们可以 也许可以称为hotbox 就是它事实上 是一个 那个信心水庫模式 去做分析 所以我的一个构想理论 假设的条件 非常简单 就是这样做出来 那无线边坡的理论推导 我想这个我就 不要去讲太多了 我想这个公式推到后来 我就得到了一个 SWC 就 那个critical water level 这个水位 水位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跟一些参数有关 这些参数可能是 跟你的那个 整个边坡的角度 内摩擦角 水深 等等这些有关 大概是知道 那这里值得一提的时候 我特别把这个 这个区块这里 我把它拉出来看 拉出来看 我把它想成 它是一个指点的流动 它泥沙碰了 它指点流动往下流 我把它想成说 这好像是一个指点的流动 我的思考的想法是这样 那也许会觉得 我好像有点天马行空 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流动 那这流动呢 它会造成什么 我在做 我做了一些 沙翔实验 那这些沙翔实验 做的时候 我们发现到 它的流动往往就是 它因为 把泥沙带出来之后 它形成破口 破口之后 整个 整个土体 就崩下来 所以我那时候看到 这个就崩下来 所以我认为 这个应该有关系 CPG erosion 应该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有关系 所以这是一个推导方式 好 那这样子有关以后呢 其实我们可以回到我们最基本的 一个达西定律 达西定律 那个法国科学 做的 它事实上 它是跟 长度成反比 跟水头差成正比 所以我们也知道 长度越长 它的速度一定越慢 那 那什么时候会产生 渗流 渗流产生 什么时候会把泥沙带动 那是不是跟泥沙启动 速度应该有一些关系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说 它可能跟 这个泥沙的 启动速度有关 所以因为启动速度有关 启动的速度呢 又跟长度有关 对不对 所以我就用很简单的 这个本路利益区域 我去推 推到后来 我就发现 其实长度 跟你的KS KS是你的那个 达西定律的K值 跟你的速度 跟你的HW HP HW是位置水头 然后HW HW是那个 那个水的水头 HP是位置水头 那我们可以推出来这个公司 那这过程推得很复杂 我想我今天需要去谈这个 我把公司给各位看 那如果说这个V呢 它是一个 critical的 一个Special Erosion 的Velocity的话 那么我们L就是一个 所谓的 Maxima的一个 那个critical 那个Lens 那我的假设就是说 比它更长的话 这个长度啊 水带不动 那水带不动的时候呢 带不动泥沙 理论上就不会产生生涼 所以我想这个公司 我第一次想出来 然后我找了很多证据 看有没有人做个研究 后来很高兴 我发现有人做过 不是只有自己 他们大部分是做在 做在那个Bud的部分 大概颠簸上是还没有做 所以基本上 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 这个滑动面的推估呢 这个长度呢 我可以用这个L 来去做一个计算 我可以把它算出来 那以往在 在做无线边坡 如果用那个Model跑的时候呢 他们这个破坏面就 自己随便抓 基本上自己画一个破坏面 就给它这样的破坏面下去 那我个人觉得 这个应该会有一点关系 所以我们就觉得 来试试看 所以我这些都是一些比较 这个算是一个很创新的尝试啦 所以可能很多人 对我这个方法 应该是非常的不以为然 但是我觉得这 就是因为不以为然 所以我们才要来尝试一下 好 那另外呢 我们在做地下水位的时候 其实我用的两个Model 一个是AMM Model 那AMM Model里面呢 其实后面Model很复杂 我想我不要看 但是我谈一个观念 就是说 我们知道这水位上升 根据我前面的解释 那基本上是跟水位 还有跟降雨有关 那降雨当然不是只有目前 为什么 降雨跟你的 一般我们都知道 降雨有个所谓 零前水闻条件 那可能过去24小时 4872小时 可能都有关系 所以这个时间呢 到底多长 其实都 都有人在讲 所以我个人觉得 就是说基本上来讲 这个下一个小时的水位 跟你目前的水位 还有过去的相关的资料 有一些关系 OK好 这是一个公式 那这公式事实上 太多人在用了 那在 在我之前 我找了很多文献 大部分推估的是一天 一周 一个月 那 还没有人推估一小时 但后来我做了以后 后面就很多人在用 那 我就发现一个问题 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概念叫做 Oder or Negatives 就是量级分析的概念 当你今天预测的资料是一个增值的时候 跟你预测的资料是差值的时候 不想要各位觉得 哪一个会比较准 我个人认为差值比较准 他量级是 差很多 比方说我的水位可能是20到30 量级差 他应该来讲 每个小时差应该在一公尺以下 所以他们的Oder 事实上差了十倍 所以 如果你要推测这个差值 应该会比较准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实验 我就找同一个地方 我去做 我用这样的一个model去做 这个A跟model跟me model 这两个 一个是推手 一个是推差值 两个精确度可以差到5倍到10倍 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个人的小小的突破 就是做一个差值而已 这差值我把这个精准的预测就提高了 那当然这详细的内容 可能就 我有一篇文章 在Lensdae发表 2017年发表的文章 这里面其实我写的非常详细 花了很多时间去整理 告诉人家说 以后你要算 你就用差值 你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算真值 你算真值的话 误差很大 我大概就告诉人家这件事情而已 那当然我这个做法 我是有相当的复杂 我用MateLab tool去做 那我目前正用Python在改写 我希望就 Python改写的目的是 未来变成执行党的话 比较容易做 那当然你MateLab也可以做成执行党 但是那个成本比较高 因为MateLab很贵 你Python free的 所以我现在在改写 希望说可以 以后改写完之后 我就online 然后我现在有雨量 目前的雨量 跟过去的雨量 跟目前地下水位 我来去推测 未来的地下水位 那直接帮您算出来 当然这个 只有在暴雨的时候才可以用 因为我是用暴雨去做training的 那training完之后 Calibration 然后跟Bellocation 大概都可以用 大概是这样 那另外一个方法 我是用那个线性水库 我的想象就是说 我这里有下雨下来 我把它到地下水 我想说 它这个很多很多石头 这跑来跑去跑来跑去 我把它看成是很多的 破一个洞的水库 然后它慢慢下来 这当然我就去推了一堆理论公司 那这个推了 其实你看这个概念跟我 跟我在刚前的概念很像 就是我的想法就是说 它是一个control volume 一个控制体积 那control volume里面刚开始的时候 它进来是这样 出来是这样 慢慢地下雨下来 它会补助 慢慢就一个extra的 一个inflow进来 它outflow 然后再来 它继续下 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然后再来又回来 所以基本上它是一个循环 所以我用这个control volume概念 我就推了一个equation 那equation太长 我就不揭露 我只把最后推出来的结果 给各位看 看一下 然后我推完这个结果之后 后面公司太复杂了 我解不出来 所以我就用那个 软件库大世界的方式 把它解出来 用equation把它解出来 我可以去解这个model 当然这里面解出来之后 它很多很多的参数 我定义了两个参数 一个叫上升数 一个下降数 影响上升的因子 跟下降因子 那我去找一个case 一样跟刚刚那个case一样 我先找一个很大很大的报应 那其实我应该感谢莫拉克台风 莫拉克台风 它制造了很大的一个暴雨 所以以后的暴雨都没有比它大 所以我用它的资料 我去续绑所有参数抓到 那抓到之后参数我就fix住了 那fix住之后 接下来我就找另外一场暴雨 我直接把参数丢进去 让它跑 跑出来看实际值有没有准 就是我今天你要去预测 你不可能当场去try那个参数 你一定是用try好程度去跑 所以我就快出来 那当然详细的细节 大概就我在NatureHarder 2011年我发表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我去做预测 所以这是我在2011年做的一篇文章 所以这个方法也很准确 也是非常准确 就是可以精准地预测到 所以这是我的一些理论的部分 那理论部分之后 接下来就是我的 时间要掌控一下 资料收集 其实我在理论之后 我需要收集的资料非常多 这个真的相当的多的资料 我整理出来大概这么多资料 那这么多资料 其实我在做整个过程里面 我最辛苦是收集资料 因为就是我像桂局 其实做了很多的 黎山 万山 全台湾做了很多点 那么这些点做完之后 他们有很多从口报告 但是这些资料 基本上都隐藏在某一小地方 那甚至像C5纸 它其实根本不会给你 K纸也没有给你 所以就变成说 其实我是没有data 那还好就是说我当然就 刚好我很幸运 那个黎山万山 刚好都是我们那个中心的学弟在做 我去跟他们要资料 说你把最原始的 你们算的model的参数给我 那有一些没办法 我就请他们信堂采样 给我回去 我去把西白紙做出来 这很辛苦 就没办法 就只好自己做 那当然我觉得说 如果以后 未来就是说 这个报告书 当然有机会的话 把这些参数 清楚的让大家知道 那未来很多老师 他想要用的时候 他有些data 就可以拿来去做一个应用 这是我列出一个新单 我这边讲一个case就好 就是不用松茂来讲 那为什么用松茂 因为松茂 那个地方 他发生了一个位移跟工 他们抓到 那这个崩塌的资料 跟前后的几个暴雨 刚好可以让我来模拟 所以我可以去 去验证我的model 是不是可以用 那他的断面资料 大概是像这个样子 他有一个自动监测站 在这个地方 我用这个监测站的资料 来去做相关的模拟 那他们崩塌资料 我把它整理出来 他有所谓的 他的崩塌资料分析 那他整理出他的正常待命 跟注意的警戒指的水位高 他们有这个资料 我把它整个 从最低的崩塌位置 往上拉 整理出他的水位 跟他的高层 还有跟渗流的出口 它的高差的距离 我都把它算出来 这个资料大概在报告书上 是不会出现 但是我根据他们的原始资料 我把它整理出来 他们的相关资料 这个资料是拿来跟我 跟我的model都验证用 好 那另外我收集了 几个重大历史事件 当然第一个就是摩拉克台风 那我去算出来 他的那个点 那个监测点 他的水位上升 大概快10米 那总雨量呢 大概有656公里 那最高水位呢 在最大降雨的24小时发生 它发生在24小时 这蛮有趣的 那另外还有个610暴雨 那610暴雨呢 它上升到了10公尺 你可以注意看一下 它9公尺 就它到10公尺 所以610暴雨比它更严重 那总雨量呢 可是它总雨量 比较低 所以我想应该摩拉克风 因为它可能 集中性没有那么高 那但是那个610跑云了 它集中性很高 那很好玩就是说 它最高水位在这个地方 可是呢 在它之前 它滑掉了 就滑掉了 那我个人看法就是说 它滑了以后 因为根据我做实验 我发现它一滑之后 那个我的实验室的水位就突然就往下掉 为什么一滑之后 它水就泄掉了 所以产生滑雨的一个泄水 那我看了好几个地方 包含了万大水部 包含了几个地方 它们也是同样的现象 只要一滑雨 它地下水掉下去 所以你会发现说 它的最高地下水位呢 比它的最高的雨量还要低 那我猜是这样 它已经滑了嘛 滑了之后你下这大雨 它地下水泄下去 它安全了 所以它整个滑的累积滑了7公分 它滑了7公分 在我们知道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同年有个舒达台风 舒达台风呢 它没有动 上升6公尺多 中雨量多 501 那是我预测了很久 都不准 后来我去做不好意思 我跟我学历 那我说老师 那个前期停电就这边中断了 所以没有资料 所以我就 好吧 那他们这个线就直接自己假设画上去 好吧 那这一笔资料我预测一定很不准 因为你资料是错的 那当然这个是很正常 因为你很容易前期中断 停电中断 好 所以我做出来之后 我整理出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我去比较一下 他们的一些相关的特性 在这个最大降雨深度的深度 跟它的最大地下水位的水位高 610其实真的是最高的 所以我研判这个地方 大概在20到21之间 20大概在它的临界值 大概在差一两公尺之内 这个地方就是会滑掉 这个地点 如果它本身地轮条件不改变的话 它就是会滑掉 我们大概可以研判出来 那它的时间的机缘 就是所谓的机缘 我讲的是洪峰到达时间跟 一般我们讲的时间机缘 只是降雨的尖峰到河川的尖峰 那这个机缘我讲是降雨尖峰 跟地下水位的尖峰 我把它设定在那边时间机缘 它是提早6小时 其它是在24小时 33小时之后 那这两个完全没有动 完全没有动 那总降雨量呢 其实它是比较小 它比较高 但是我认为因为莫拉克 它各位应该有印象 下了两天嘛 所以它时间比较长 这是我发现的比较 那接下来我做地文资料分析 其实我做了很多实验 夯时实验 渗透K值实验 内磨卡角实验 凝聚力实验 还有渗流其中流实验 这是我渗流其中设备 这个我们叫 No Erution Fear Test 就是NEFT 那这个设备 最早 最早其实是苏小明老师做的 后来我开玩笑讲 它做一做它用不到 它实验是太 实验是太满了 所以就设备就送给我 那我把它改造完之后 现在可以 可以做这个东西 我做了 做的事情 这刚好也是我在 我不是乱的时候 跟苏老师有做了一个计划 也是用这个来做 那是在做那个 做那个 井的 井的肥田利料 的部分 我拿来做其中实验 我做了这么多实验 把这些参数求到 那求到之后 我得到这些数据 我根据我的 Equation算出来是23公尺 然后我的HWC 大概18.17公尺 H是它的整个从我这个 从它这个边坡往上的高度 所以18.17公尺 那18.17公尺 如果跟刚刚的资料比的话 大概就是安全系数 18点多 大概差不多 就在这两个中间 我算出来值 其实跟它差不多 我算了半天跟它差不多 大概就是 就是注意到警戒之间 我算出来值跟它差不多 那这个大概就是这样 那但是 另外有一个 渗流的一个长度 我去得到它的那个 临界的速度 我透过实验做出来 我算出来 大概100多公尺 那他们的这个滑动面 他们切的滑动面 大概137公尺 但是它我们知道 它的崩击层 大概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算出来 比它的要短一点 那我个人看法 就是说 其实这个 当然崩击层这个地方 一定是渗流很多 一定是渗流 因为是崩击 一定很多很多的渗流 那这个地方 到底我算得准 还是算得准 我想这个 现场要去做一个 去确认一下 那个地方有没有 有没有破口 或是怎么样 我想这个事 需要去现场做确认 当然我认为 这个算出来的结果 100多公尺 证明了就是说 其实跟100% 我认为其实不会差很多 因为 因为这种 这种在预测的时候 其实不会太准确 我个人是觉得 不会太准确 所以我觉得已经差不多了 好 那用莫拉克去预测610台风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我预测出来的值 有一个Rumic Square Error 大概一个是 差不多是 一小时很准 大概0.1米 然后 两小时 大概0.12米 很准 可是三小时 就 不得照片 就跑很多了 三小时大概就 就不准确 那我个人看法 就是说 如果我可以拿到 QB上的资料 我语量 未预测值 比方说我要预测两小时 我用QB上的资料 而不是用我目前的值 去往下 去预测的话 也许会比较 也许会比较 那我今年度 今年度还有 就很幸运的 还有一个科研 那个创新计划 那我今年度的做法 就是我用 语量值 两个小时 语量 第二小时语量值 去胃进去 我做出来值 又更准 那深小时也还蛮准的 今年的我还没有整个整理出来 OK 那你预测书 不行 那为什么不行 后来我刚刚就讲 就是原来是他现场资料 那个停电 所以还不错 OK 好 那准确度比较的话 大概基本上来讲 大概莫拉克这边做出来是还不错 还不错 这个大概可以 预测大概在 我一个小时大概在10公分以内 我可以抓到大概10公分的预测 OK 所以我大概还有几分钟时间 还有三分钟 所以我基本上来讲 我做出来的结果 我大概几个简单的结论 就是 凌介地下水域的分析结果 跟我过去 我不同方法做出来 结果都很接近 那至于说你这个 胜流的一个位置 我做出来是 在他们模拟破外面的一个比较上面 我个人觉得是可以去做一个检核 那另外呢 如果是用ANN去做的话 就是 我认为一小时两小时OK 三小时 是不太准确 那如果说你有预测量进来的话 我认为那个 准确度会提高 那我个人认为未来 这个 我这个model可以怎么样应用规划 那第一个就是说我可以去发展一个地下水的即时预测的一个系统 就是说如果你即时读取目前的降雨的预测资料 QB上的资料的话 我可以去即时预测下两个小时三小时四小时的地下水位 那地下水位你预测出来之后 如果说他达到警戒指 你可以提早去告诉人家说 他这个地方已经达到警戒指 那当然你会不会 会不会崩 我开玩笑讲这个真的是只有老天爷知道 但是我们是可以去 去把水抓得比较准 那可以选两个model 我今天没有秀我的那个线性水分model 但是ANN model或是线性水分model 两个都可以去选 我想两个model做出来的结果其实是差不多的 好 那另外的 规划第二就是说 我们盼望去渗留位置之后 我认为渗留位置以上 你就是一定要做互泼排水 当然渗留位置附近 你还是要去做一些 也许做一些挡土墙 或者是节水墙 让渗留长度变长 变长之后 崩塌的可能性就比较低 或者是在那个枝上 你可能做排水廊道把水抽出来 那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就是现场地形真的很复杂 你很難判斷水位的臨界值 那當然就是說我做出來的水位就是跟其他的模式 我們去做一些比較 那我今年度的任務大概就是說 我打算做一個網頁了 目前正差不多做完 就是說把這兩個model給我進去 然後直接就是跟水保局 他目前有那個水位輿量資料直接進來 我直接去預測未來他的那個地下水位的高度 那這個網站我們做完之後大概就是 就是我們自己在內部再做一個測試 看可不可行 那同時我今年會把那個final admin 我用console這個model 我去做三個人崩塌的變化 大概是我今年度我想說 我把它再更精準的去把它做出來 而且是從一個純粹的學術論文 能夠應用到實際的case去做做看 所以這個希望今年把這個gap 就是這個gap把它給縮短進來 讓一些發表在那些SCI沒有人看的文章裡面的東西 能夠拿來外面給實際的應用上 這樣我大概就半個小時就會比較 我當然 有問題